实实在在的探险我要真材实料 太科幻了 太帅了 有没有 我直接刷卡 马上买 非常赶的一个时间来给你们看一下 这台最新的路特斯的MA 在看它之前先给你们汇报一个数据 它拿了最新的这赛最速电动车的宝座 1分35秒 728 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榜单的前面和后面都有谁 很多超跑都被它给灭了 所以它可能是现在设计上最快的那几辆电车之一 那达到这个最快它到底有几把刷子呢 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的是它的空气动力学 路特斯的空气动力学是做得非常牛的 所以其实这台MA它延续了很多 之前Electra包括它们2000多万的那台超跑 Evaya上面的主动空气动力学的设计 从车头开始一直到车位 哇塞 我告诉你这台车它能有动的地方基本有动 而且这些洞很多都是主动式的 首先从它的填两开始 你可以看到前进气格杉下面这里 它是有一个主动气霸的 它会根据你的时速你的模式自动的去开启或关闭 头顶和侧身老规矩是有自己主动开合的雷达 那其实这个设计大家觉得有没有很像之前80到90年代的那些跳灯的跑车的设计呢 是不是有那么点传承的意思 然后一直到尾部 大家双层的汉堡宝可能都吃过 但是你看哪台超跑是有这种双层的尾翼的 上面下面两层 然后在这里又隐藏了一个雷达 而且这个尾翼它开启时能增加215公斤的下压力 对这样一台电动的四门超级轿跑来说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据 那其实你可以在下面尾部扩散器的这个地方还能看到两个小小的翼片 那一样和前面的七把形成一个联动 当你时速或驾驶模式达到一定的条件下 它就会自己主动打开 就这样子给你打开了 太科幻了 太帅了 有没有 这个主动式的空气动力学就让我想到了路特斯的创始人 科林查克曼先生 他在过去的F1赛场上面打造的那个地效的概念 所以过去在F1赛场上面因为太开挂被扳掉的设计 现在你在一台民用车上面能速度计算的享有 这是不是听着就非常爽 然后你看侧面的这些孔洞都是实实在在看得到轮胎的 所以它身上的这种空气动力学都是真把式绝对不是假把式 看一下ML的整个侧面 四门超级轿跑的那个味儿确实是有了 我觉得非常舒展非常漂亮 那过去咱们的超级跑车可能会有一个更长的前选 但是现在这台MA啊 你看它其实整个当中那个部分一直到尾部其实是非常修长的 它尾部其实有那种long tail的超跑车型的风力 整个侧面非常地舒展 四门大集体 撑不起我 来看一下它轮胎的规格数据 前轮26535 22寸 米其林的Pilot Sport EV给路特斯的定制台 后轮的尺寸是305 30也是22寸 探讨刹车必须得有 当然在这个阿加的版本上到底是标配还是选窗 还得打一个问号我刚才希望是标配了 然后有空气全架 你看现在是到了一个最低的车身状态和姿态 很低趴 所以整个车你加上了它的主动空气动力学套件了之后 我相信在高速的时候 它就会像吸在地面上一样 你们觉得这台车看上去像多少钱 反正我觉得第一眼看就是那种不便宜 至少是一个百万级的车 进内饰来看看里面会更讲究 现在这台车四个门全是电动的 然后前面我给大家试了一下 它这个自动门 即使你想手动去开关它 你看我可以是非常轻松的 不需要去和它较劲 所以这个自动门 我觉得是要给一个好评的 踩脚刹车 你想自动就自动 想手动就手动 对吧 这才是一个好的车门 好的自动门应该配备一个特质 然后你看现在电子后视镜有了 整个内饰其实看上去包括科技感 包括它的性能 它的那种氛围都是有的 整体设计和Electra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之前大家都体验过那台车 然后当中这块屏幕是用游戏的那种引擎去做的 所以其实你看整体的反应 我现在随便点点东西 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反应 完全OK 大家觉得怎么样 你这个车机会给几分 这边碳线位的材质 换到按键 放手机的区域 空调的储物一些功能还是保留了触控键的 然后这两个其实是左右主架和副架去调节空调温度的 往上调 你看它就会变红色 告诉你现在气温在升高 往下调 变蓝色 所以还是有细节的 哦 这方向比哦 规矩好好 这手指这把鞋了哦 怎样 KEF 莲花造型的音响 漂亮 上后排再给大家体验一下 你看和Electra不一样 MA上面后排都变成自动门了 我来研究一下怎么把它自动关闭啊 这个 啊哈哈你看 再加上这是一个四座版 你虽然后排就会觉得很魔幻 明明是这么运动的一个外形 包括你坐在这张座椅上面也是一个很运动的感觉 然后你看前排座椅后面都是碳纤维的 但是这个四座一放在这里又有那种行政的感觉 小屏幕有杯架有 所有这种碳纤维啊 包括这种巴黎定纹的工艺 然后整个座箱的材质 你看到是真皮就是真皮 看到是翻毛皮摸上去就真的是翻毛皮的这种氛围吧 头顶上面这个大贴幕是有整整十块可变色的玻璃拼成的 这个是真的下料下本啊 所以后排我觉得会是这台MA 非常割裂的一部分 要有行政的感觉有 要有运动的感觉也有 带着四个人一起款 哇塞 前面有说这是一台R加版 所以双电机带两档变速箱 虽然没有公布它的具体参数 不过我觉得你看Electra的R加905匹 这台车大概率也是这个数据 但它最高时速是能超过250公里每小时的 百公里加速低于2.8秒 怪不得这么快是吧 看完这台车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 Taycan是什么 我这它怎么卖啊 就是如果这台车Taycan Electra三台车放在一起 我肯定毫不犹豫的直接为这台MA去刷卡 在这里留一个flag好吧 如果这台MA会和Electra一样有一个S的版本 就是更入门的一个版本 它的售价70万左右 我直接刷卡马上买 这车真的太喜欢了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我是急速变化AK 觉得还不错的话 大家一接三连懂得自然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